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颇奖 独家出品 第38集 靠 这背景也太大了 沉骨一瞪眼 我知道这小丫头姓许 可没想到竟然是虚假的 罗峰兄弟 这下哥哥我可没办法帮你了 泡着个徐欣妹妹 难度很高啊 难度是很高 不过我们罗峰也不差啊 高峰却道 沉骨 魏青魏铁 张克等人一个个都笑起来 在他们看来 罗峰可是精神念诗 将来实力还更恐怖 老方啊 高峰打通电话 对 是我 当然是有好东西要找你了 否则打你电话干什么 绝对是超过一个亿的好东西 行 没问题 打完电话之后 高峰笑着看其他人一眼 我已经跟老峰说了一声 等会儿我们到了商城 直接上楼 罗峰等人也是跌跌头 片刻之后 这辆专用车通过军人们的警戒线 直接开到HR联盟商城大厅门口 随着车门打开 火吹小队一群人接连下车 一名长相清秀 切儿短发 显得很精明干练女子 微笑道 高峰先生吧 方经理已经在楼上等着了 高峰点点头 一群人也不多说 直接进入大厅 这奢华的一楼大厅内 酒吧方向有不少舞者在那交谈着 罗峰目光早向八台隐 不在 旋即恍然 现在这几天 正是大学刚开学日子 刚开学的时间 就算普通大学 也是要进行军训的 而且今天也不是周末 徐昕不在不奇怪 电梯门打开 火吹小队一群人进了电梯 那女子站在电梯门口 按了一个二十一 并且将她的瞳孔对着检测器 通过 欢迎刘小姐 方经理就在二十一楼等着各位 这位女子微笑道 罗峰等人点点头 电梯快速上行 中间丝毫不停 紧紧一会儿 叮的一声 电梯门打开 二十一楼到了 走出电梯 就是一个超大型休息厅 单单一个休息厅面积 就近乎达到三四百平方米 休息厅边上 有着条形沙发 这时候 有好几个人正坐在沙发上 等待着里面的方经理接见 可他们却看到 一支无折打扮的队伍 无需等待 竟然直接朝着 方经理办公室走去 刘小姐直接将罗峰一群人 带进了方经理办公室 方经理就在里面 请 办公室内 罗峰环顾一眼 周围的装饰 静影剔透 地面铺的是钢滑玻璃 而钢滑玻璃下面 却是溪流 鱼儿等等 站在这钢滑玻璃上 都能看到脚下不少鱼儿 真奢侈 罗峰按道 高峰啊 看来这一次 你们横赚了一笔啊 来来来 到这一边坐下 只见一名秃顶圆两老者 离开座椅 笑呵呵走了过来 一群人在办公室一边的沙发上 相对而坐 这一次 是什么货呀 拿出来看看 圆脸老者微笑道 老方 我就让你开开眼 嘿嘿嘿 你这位大经理 接待的舞者小队虽然多 可这玩意儿 你恐怕也难得见到几次 老方 拿出来 高峰黑黑一笑 哦 这方经理吃雷惊 眼睛亮起来 罗峰笑看了这方经理一眼 将自己背包放脚下 而后从背包中 直接将最贵重的 银月凶狼皮毛拿出来 整个皮毛放地上 平补看来 就仿佛是一头 压扁的银月凶狼 都隐约能看到 银月凶狼的凶残霸气 猎杀者 方经理不由惊地站起来 乖乖 方经理忍不住 用家乡话惊叹一声 老高啊 这手笔够大的呀 这么大体型的猎杀者 怕是高级兽将级吧 以银月凶狼的速度 就算是刚刚踏入战神级的强者 一般也很难捉住杀死他呀 银月凶狼的速度 的确快得惊人 重伤情况下爆发起来 都能达到音速 可想而知其速度 嗯 这毛皮很完整啊 方经理仔细看着 看来这毛皮的切口 就是沿着伤口切开的 不过 这完整度 的确很高了 方经理眼睛发亮 银月凶狼的皮毛 的确算是整个世界上层圈中 最顶级衣服原料的 虽然这皮毛也有其他用途 可是用来做衣服 世界上一些大人物 还是愿意出高价购买的 等我一下 方经理立即朝自己的办公桌跑过去 而后迅速从办公桌后面的书架内 取出一个密码箱 拎着的密码箱 这方经理迅速跑了过来 高峰啊 你就别磨蹭了 将猎杀者其他材料都拿出来吧 方经理笑着催促 同时打开密码箱 密码箱内 小心摆放这套精密仪器 启动这套仪器 仪器顶端立刻冒出一道 红色光线来 罗峰从背包中 一件件取出来 奇特的眼珠子 利爪 獠牙 腿骨 嘿 采集得够全的呀 方经理双目放光 那一气红色光线照射皮毛上 片刻又照向眼珠 利爪 獠牙等等 那一气小屏幕上浮现一串串数字 方经理表情严肃盯着数据 同时也通过虚拟键盘输入讯息 片刻之后 嗯 这些材料的确是同一头猎杀者身上材料 这一头猎杀者的确是高级受降级 方经理话音刚落 旁边高峰笑道 应该是高级受降级中接近零主级的存在 这高级受降级内差别是很大 刚刚踏入高级受降级和接近零主级的高级受降 实力可能相差数倍 自然而然价格也是相差非常大 嗯 对 这一点当然瞒不过你们 好了 你们开个价吧 方经理黑黑笑 火吹小队几个人相视眼 高峰眼神视一下罗峰 罗峰笑着开口 道 方经理 你认为什么价格合适啊 这极限之家和HR联盟网络商城都是有很多报价的 对于这猎杀者 罗峰心蝶比较清楚 高级受降级的怪兽卖给极限物馆会比较低 因为极限物馆会给不少贡献点 而给刹联盟商城 高级受降级怪兽一般在五千万到五亿之间 当然 这猎杀者本身实力强 加上极为少见 又是狼类的王族 价格要超过一般价格上限的 嗯 这样吧 这些材料的确不错 六亿华夏币 方经离身细口气 直接报道 就算是他 也很少做这么大生意 一些初级领主机怪兽尸体材料 一般也就这个价 高峰 罗峰等人相识一眼 在来之前 罗峰等人就讨论过价格 心中还是有一点想法的 罗峰当初在舞者论坛中就看到过 在南美洲 就有人得到一头终极受降级猎杀者 卖了大概5000万地球币 5000万地球币 相当于是1.75亿华夏币 终极受降级猎杀者都能卖这么多 自己这头可是高级受降级 而且是接近零主级的 价格应该高很多 我说老方 你这价格低了呀 高峰州没到 南美洲那边 一头终极受降级猎杀者 就能卖1.75亿华夏币 我们这头 要个九亿十亿的没问题吧 高峰啊 你可别玩我了 九亿十亿 不可能达到这个价的 方经理苦笑道 罗峰健壮心中一笑 其实 队伍内谈论时候 这头猎杀者 能够卖到七到八亿 就算差不多了 队长高峰这么说 也是吓唬方经理一下 这次我们为了猎杀 这头银月凶狼 连我兄弟手臂都断了 高峰表情不太好看 我也不跟你多说了 一口架 八亿华夏币 你答应就谈妥了 否则我只能去找别人了 这次我可是没找 其他任何人 直接找老方你 就是看在你我交情分上 方经理看一眼张科 的确 张科手臂断了 哎 看来方经理出不起这个价了 我们走 高峰站起来 罗峰也立即将 银月凶狼皮毛等物品 一个个收起来 七点五亿 我的极限了 方经理皱眉道 高峰确实不出声 罗峰直接将所有东西 全都收起来 走 高峰直接朝外走去 高峰啊 这七点五亿不错了 方经理健壮气得直喘气 简高峰等人都开门朝外走了 联盟喊了一声 回来 就你说那个家 在门口的罗峰 高峰陈谷等人 彼此相识 露出笑容 HR联盟商城内 收购怪物材料经理 是有好几十个的 这HR联盟商城内 采取的是 末位淘汰制 如果说一年下来 谁业绩最差 那么 就直接剥夺经理资格 自然有新人上来顶替 这样大压力下 各个经理自然想办法 从舞者那边收怪物材料 办公室内 哎呀 现在你们舞者 一个个也太狠了 方经理一边进行转让 一边感慨 各个区域的经理 乃至于代理商 还有一些舞者本身 都来收购舞者手中怪兽材料 相互竞争之下 一个个价格都已经明朗化了 我们的利润越来越低了 看你们一口气 就赚了八个亿 我老方也想进入荒野区 去杀怪兽呢 可惜呀 我这把老骨头 恐怕连兽兵级怪兽 都逗不过呀 一边说着 方经理进行转账等各种手续 方经理 你混了这么多年 个人资产估计不比我少吧 高峰笑道 远气 偶尔能遇到大胆子呀 这分成能赚一笔 方经理露吹丝笑容 高峰一笑 这一笔 你最起码赚八位数 嘿 没那么多 方经理摇头 嗯 搞定了 八亿滑下臂 已经转入你们 舞者小队账户了 高峰 沉鼓着政府队长二人 通讯手表上都收到了余额变动通知 通知账户中增加了八亿 高峰点点头 嗯 不过这厉害怪兽难对付呀 我兄弟的手臂都断了 是啊 断臂 哎 虽然说现在世界上有让断臂重生的宝贝 可是那个价格是天价 普通舞者想都不能想啊 方经理摇头感叹了一声 断臂重生 罗峰脑袋一下懵了 刚刚成为舞者时候 罗峰就在网络商城中查找过一些奇特药物 可是能让断臂断腿再生长出的药物 根本没有 罗峰一直以为这种药物不存在 有这种药物 高峰也是惊呼道 方经理 那是什么东西 断臂也能重生吗 罗峰也是激动的连忙追问 天哪 弟弟残废这么多年 如果能让弟弟再站起来 自己就是拼灭之 有 是传说中的生命之水 别说断臂断腿 就是半个身体都断掉 都能长出来 方经理感慨道 不过这玩意儿 是采用超越灵主机的存在 无敌的王级怪兽 帝龙王的精魄为主材料 才造出来的 全世界才挤头帝龙王啊 所以 每一份生命之水都是天价 而且稀少无比 网络商城根本不会卖 我们联盟也没存货 现在价格 已经达到了三百亿华下币一份 而且还是有价无事 三百亿一份 有价无事 罗峰心跳加速 一想到弟弟坐在轮椅上 透过窗户 默默看着外面景色情景 罗峰不由捏紧拳头 不管如何 我一定要让弟弟再站起来 一定 各位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